太爽啦 8月22號10點57 底下這個公民身份證號碼就有18位啦 不過我發現我的這個證件是5年奇效而已耶 跟大家說說實在的拿到我的這個台灣居民的居住證的那一瞬間呢 真的是還蠻開心蠻感動的 要不要像其他台灣人這樣子 哎呀我的身份證拿到了 我身份證拿到了 你好這邊是公安局嗎 那個呼吸客 呼吸客我這個是那個港澳台的那個台胞 好了嗎 對 行行行謝謝阿謝謝阿 好 上次我在房山這邊辦的時候啊 受理時間是在8月5號嘛對吧 然後它上面是寫領證時間是9月1號 出發我已經到了 這邊就是公安局啦 只是樹擋住啦看不到 好趕快去取吧 快快快快快快快 來取取 來了來了 戶籍是我來了 我來拿我的那個 我來拿我的那個 財包 謝謝阿 謝謝阿 謝謝 我來拿我的那個 我意思是說我這個卡號在系統裡面已經有了是吧 這個之前不是錄過了嗎 發放也錄啊 右手啊 右手啊 我這是右手啊 右手啊 嗯 嗯 那個 多得 多得 辦的時候也要現在也要對不對 我這裡面就有芯片了嘛對吧 這裡面有我的那個芯片 好厲害喔 太爽啦 8月22號10點57 8月22號早上的10點57分 給大家看一下另外一面啊 底下這個公民身份證號碼就有18位啦 不過我發現我的這個證件是 五年奇效而已耶 跟大家說 說實在的拿到我的這個台灣居民的居住證的那一瞬間呢 真的是還蠻開心蠻感動的 好耶現在在大陸這邊有兩張證件 其實應該算是三張啦 一張是那個 不只好多張 但是呢 個人身份來用的話 我們不要說駕駛證喔 駕駛證這些我也有喔 就是說 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是一張 是我從那個機場要進來的時候要用的 然後再來第二張呢 就是台灣居民的居住證 也就是我剛剛辦下來的 給大家看到的這個 很多的台灣小夥伴的話 他早就已經來這邊早就已經都取了 目前我拿到了這個居民的居住證的話 據說啦 就是說什麼上保險啊 看醫生啊等等的都是需要使用到他的 對我來說喔 我這個人 就是頭髮還蠻茂密的 健康狀況是還OK啦 但是直接影響到了就是說我的出行 我如果是在網上 大比方說我去哪兒或者是12345我在訂車票 我出去玩 在大陸的各個地方出行的話呢 拿我的這個 居住證 因為它裡面會有芯片的 直接刷 它就可以出票啦 這比較方便 這是其中一個功能喔 然後第二個功能就是說呢 台胞在大陸這邊居住的話呢 你如果拿那個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 就是台胞證 你如果是去住酒店的話呢 都得找那種 能接待外賓的這個系統的 你才能住 但是呢 我拿了這個居住 居住證的話呢 就不需要了 就只要隨便找個酒店 就是隨便找個酒店 基本上我就能住了 那能接待外賓跟普通的酒店的區別的話呢 接待外賓的酒店 基本上都是200到300元起跳人民幣的 那你如果是說拿 就是普通的這種居民居住證去住的這種 到處都能住 便宜的都能住 那對我現在的這種狀況來說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呢 我可以節省一些出行的一些經費 再來就是說呢 我在這邊生活 我現在有一台電動車 我如果是想要在這邊謀生 我想要騎著電動車去跑外賣的話呢 我不知道能不能跑 但是呢 我的感覺應該是不太能跑 因為他給大陸的身份證才行 因為有一些互聯網他是規定 一樣是18位的 但是 但是有一些台胞的 是做不了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至於是說在平台上面直播 我現在錄製這條視頻的時候呢 好A的運氣比較好一點 就是說 全網 就是四個平台 的粉絲量呢 大概接近一萬八左右了 最近B站的漲粉比較多一點點 比較多小朋友關注到我 大家希望我可以做做看直播 那我想跟大家說 B站跟抖音 今日頭條西瓜的這上面呢 我是直播不了的 不知道為什麼直播不了 但是呢 我在微博上面可以直播 微博上面可以直播的話呢 但是他的這個 上面的粉絲又很少 所以呢 我暫時也還沒有考慮到 微博上面去直播 除非 除非大家 看到我這個視頻 去微博關注我 好吧 那就是這樣子吧 就是 要不要感動一下 要不要像其他台灣人這樣子 啊 哎呀 我的身分證拿到了 我身分證拿到了 其實還好是滿開心的 但是 具體也沒有辦法落下這種 就是 這種 淚水的話呢 還好 好吧 那這期視頻就錄製到這邊吧 是開心啦 應該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這種開心的這個氛圍了 但是說 感動至哭 這種 賦予自己太多的一些 就是 感動到哭的這種狀況的話 我確實是比較少一點 好吧 那就錄製到這邊吧 今天還有別的視頻要拍呢 趕緊去下一個視頻吧 欸 好 這邊想跟大家再補充喔 我在 8月5號的時候不是申請嗎 然後他上面的 應該是寫8月9號的時候 就出證吧 也就是說呢 他4分鐘 4天的時間 他就能出證了 這張卡就出來了 只是說我在8月12號 打電話到這邊來的時候 他說暫時還沒拿到 所以呢可能是一些運輸的過程吧 等到他們這邊拿到的時候呢 應該是 應該是上禮拜啦 那我在8月22號 也就是說 5號到22號之間 大概是 大概將近是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就下來了喔 那 其實我是還蠻期待拿到我這張卡的 因為我想說 尽早拿到的話 我可以去 其實就是 最主要還是創作啦 我想說 看看我能不能跑外賣 好 我看我這張 這張台灣居民的居住證 到底是有多少的功能可以附加於我 讓我在大陸這邊生活更便利對不對 不是 也就是這種狀況嘛 對吧 那我們就是憑良心講就是這樣子 那之後的話 好會 會拿著我這個台灣居民的居住證 去解鎖更多新的技能啊 那就這樣吧 謝謝大家